哈囉 純迪 超久沒有拍影片了 從一月份從澳節旅遊回來之後 因為那段時間疫情開始擴散的時候 所以從二月初到現在我幾乎都在家裡面 那這段時間就是一直都在做一些平常我沒有時間做的事情 比如說剪片啊 剪之前旅遊的那些影片啊 還有寫手帳啊 然後寫blog啊 等等之類的東西 最近呢 因為我非常沉迷一個東西 那就是podcast播客 已經有點上癮了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最近我常聽的幾個節目 那因為我覺得聽播客它是一個非常紓壓的事情 雖然很像廣播 但是它相對於廣播來說 它又是一個比較 算是自由一點的平台 就是主持人他想要說什麼就說什麼 因為他比較不會被射線 像我可能就是運動啊 通勤啊 開車啊 亂的時候 工作的時候 不能看電視 不能滑手機的時候 是你又不想要太安靜的時候 就想要有點聲音 我就會打開播客來聽 有時候睡前半小時到一小時之前我也會聽播客 然後有時候就會聽到睡著這樣 疫情的關係 所以就突然間自媒體大爆發 突然間大家好像都開始慢慢當起podcaster 或者是youtuber之類的 慢慢的很多人開始在經營自己的自媒體平台 然後最近我也發現幾個還不錯的節目 我想要推薦給你們 我們就說你們就直接開始吧 大概就分成 國際議題 小知識 旅遊 講幹話 這幾種類型 首先第一個節目是 雪梨台灣阿姐的歲歲念 這個主持人他就是 住在澳洲的台灣人 好像是教音樂 他有中文跟英文兩個播客 英文版的那一個就是 比較偏向工作跟工作有關的 然後也會講關於澳洲的議題 中文版就是比較像是閒聊的口文 然後再分享他生活中有趣的事情 有時候他會夾雜一些英文跟台語 我覺得他講話還滿有趣的 就是講中文又很台 台語我覺得也很好笑 有一種很衝突的感覺 聽他講話我覺得還滿好笑的 因為他就是一個充滿正能量的人 而且他的笑聲非常的有感染力 我每次聽完他的節目之後 我都會覺得心情很好 水梨台灣阿姐是我幾乎每天都會聽的 我給你們聽一小段 只要學不順他意 或是有的沒有的 他的live就沒了 我回顧一下 然後我就知道他跟他一樣的 如果你想要訓練你的英文聽力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去聽他的英文版的Podcast 中文版的英文就是比較簡單一點 你可以訓練你的聽力 第二個節目是 最膚淺情侶日誌 主勝就是一對情侶 疫情這段時間他們不能出門 所以他們就在家裡面錄播客 就是分享一些他們之前去歐美 國家旅行的一些經驗 那如果說你有規劃想要去歐洲旅遊的話 你也可以去聽他們節目 應該會對你多少有點幫助 有一集他就是分享 如何在巴黎獲得好服務的購物體驗 飯地鋼日遊阿 歐洲各種詐騙手法整理阿 像Hashdot、薩爾斯堡阿 他們去過的地方 藉由Podcast來分享他們曾經在那邊旅遊的經驗 第三個是 您好歡迎登機 聽名字就知道 他是一個跟航空業有關係的節目 那他就是每一集他都會邀請一些跟航空業 有關的同業人員 來分享他們的工作經驗 那我會特別推薦給可能想要考空姐阿 想要考地勤阿 跟航空業相關的人 如果你想要往這方面發展的話 你可以去聽聽看他的節目 會對你有很大的幫助 像他有一集就分享 那些乘客不知道的是 航情員 我常常幫旅客找他們的SIM卡 因為然後SIM卡又很小 他會分享一些他們曾經在工作上面遇到的狀況 還有一些經驗分享 再來第四個節目是 Bilingual News Bilingual嘛 它就是雙語的意思 然後這個節目的就是 號稱 我就會把它歸在國際議題類 他們每個禮拜就是會針對一些國際大事或是重要的議題 他們可能會閱讀一些國外的報紙 再用中文的方式來分享他們的觀點跟他們的一些想法 用一種比較鮮料的口吻 就是可能一邊嘴炮 然後一邊分享他們的觀點 然後一邊講新聞這種 這種方式來討論國際重要議題 雖然他們是在嘴炮 但是你還是可以吸收到一些國際新聞 明迪宣布也是跟Bilingual News差不多類型 講國際議題跟國際新聞 這時候你很想要知道 到底一整週在國際間發生什麼大事的話 我覺得你一定要聽這兩個節目 因為我覺得台灣的電視節目非常的 沒有辦法讓台灣的觀眾知道 到底國際間發生什麼事情 新聞已經慢慢的走向 綜藝化 然後內容農場化 你根本就沒有辦法從新聞 得到一些國際重要的大事 台灣的新聞節目每天報的就是 那些沒有辦法增長見聞的內容 不知道你到底是在看綜藝節目 還是在看懸疑片 但是很可悲的是 新聞報導如果太正經太不趣 然後沒有一點吸引人 然後重口味標題的話 台灣的觀眾又不想看 如果你英文不是那麼好的話 其實你很難去從台灣的新聞 去得到很全面的資訊 你只能得到一些很片面的訊息 你沒有辦法用宏觀的訊息 在台灣的角度去看這件事 這個議題 可以藉由聽這些 Podcast這些節目 去得到更多的資訊 那就我自己來說 其實我現在已經很少在看電視 因為我覺得台灣的電視節目 辦法給我我想要知道的東西 而且我會覺得 看新聞是一件很浪費時間的事情 所以我反而會更喜歡在 譬如說YouTube上面看 因為像每個電視台 他們都有自己的YouTube頻道 然後他們會把每一則新聞 就是分段 那你就可以自己選擇 你想要看的新聞 那與其我坐在電視前面一個小時 去看那些我不想看的新聞 我更傾向在YouTube上面看 我想看的新聞 會節省我更多的時間 好那剛剛我已經介紹了五個節目了吧 那接下來第六個節目是 解鎖地球 這個節目算旅遊類 聽這個節目你可以增加 對各個國家不同文化的認識 然後他也會針對每個城市 做全方位的討論 說歷史啊文化啊等等之類的 就算你沒有去過那個國家旅行 你也會覺得好像 喔你去過的那個國家一樣 你會了解的更透徹一點 他有一集是講說 到柬埔寨不要再只去五哥埔了 紅色高棉是屠殺界的霸主 這一集呢 我聽超久的 那這一集就是在講 柬埔寨就是一個共產國家嘛 那紅色高棉他就是 柬埔寨的共產黨 他在二十世紀末的時候 展開了非常極權的恐怖統治 用非常有效率的殺人政權 在短短的四年之內 殺了他們全國大概五分之一的人口 然後一直到現在 柬埔寨的首都天邊 他們還是自我滅絕的 這段歷史吸引無數的觀光客 我聽了這一集之後 我才知道 天啊原來紅色高棉 是一個比納粹更可怕的東西 再來最後一個是 表姐必請 其實丹妮表姐 我也有訂閱她的Youtube頻道 她講話就是一個非常直接 好爽 然後大啦啦的那種 的一個女生 超喜歡她說話的風格 當我知道她有Podcast節目的時候 我就立馬訂閱 她也是每一集都會邀請一個來賓 來她的節目上面聊天 比如說威里安啊 然後Youtuber啊 有沒有回頭看到Jay的時候 覺得一股厭惡 就會覺得 為什麼我要結婚 我真的超喜歡表姐講話 因為我覺得她講話真的太好笑 然後非常口無遮攔的一個女生 那以上這七個節目 就是我幾乎每天都會聽的Podcast節目 Podcast真的是我近期非常沈迷 然後已經幾乎上癮的東西 其實除了剛剛我上述講的這些節目之外 還有很多節目是我也很常聽的 那其他那些節目我沒有講到 都是比較偏向自媒體學習 還有一些個人成長的頻道 但是現在自媒體當道 有很多優質的節目是還沒有被發現的 而且我敢說這些自媒體 都比現在電視台那些節目還要優質很多很多 我覺得這個是現在目前台灣的電視節目 需要去反思的問題 台灣的電視節目很捨不得花錢去製作新的節目 現在已經2020年 但是我每次打開電視看到就是 我國中國小的電視節目 延續劇 甚至還有那種小時候幼稚園時期的寶晴天 天啊 到底台灣的電視發生什麼事了 你難道沒有新的節目可以播嗎 你到底現在播這些東西是要給誰看 是要給老人看嗎 所以其實也不能怪現在年輕人不看電視 或者是現在的人不看電視 在現在這個時代 時間這麼的寶貴這麼的珍貴 我為什麼要花時間去看那些已經枯實的東西呢 所以啊 台灣的電視節目加油 那以上這七個節目就是我想要分享給你們的 這也是我幾乎每天都會聽的節目 其實現在自媒體這個產業已經大爆發的時期 很多自媒體的節目內容是非常值得你花時間去看 但是目前為止還沒有被廣大的市場發現 好了那今天的分享就大概到這邊 其實我也不知道聽Podcast的人多不多 反正我就想要跟大家分享 記得訂閱分享按讚開鈴鐺 拜拜